立法院教育和文化委员会的成员 特别来到了台东大学 进行了图书馆资讯系统的考察行程 而委员们对于东大文明中外的绿色建筑图书馆 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召集委员许志杰更是颂赞 这个是全台十大最美的图书馆 可以说是研究学问的大宝库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以及教育部专门委员等一行人 抵达台东大学图书馆参访的时候 对隐身在草皮和绿树之间的建筑外观胜赞有加 这个地景式的建筑和环境合而为一 不但在台东成为全新地标 更是国内外知名建筑师 或是大学系所推崇的绿色建筑 有金字塔 那样象征着整个学问要广要深 那里面我们看了一下 我们发现说现在的孩子真是好命 里面的各项的设备 就是不管是个别的 还是一些视听设备 亲子等等 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设计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人性化 东大图书馆在105年 荣获国家图书馆最佳学术曝光奖 知识分享奖等等两项殊荣 103年开馆到现在 平均每个月有15000人次入馆和参观 除了提供一般的书籍借阅或是典藏之外 还提供多样性的电子资源和数位媒体 让校方相当自豪 我希望将来我们的毕业生 经过这个所谓的跨领域模组的训练 他们也有机会来改变世界 立委期望东大图书馆能够成为 东部地区知识典藏和资讯运用的核心 记者赖永成 北南相报导